这家店真是太古老了 你看里边这装潢 石墙 还有这些木头柱子 感觉跟拍权力游戏一样 大家好我是Bantman 前几天带儿子去纽伦堡玩两天 发一期邮寄 我们是从慕尼黑出发 坐火车过去的 我们坐的是高铁 就是ICE ECA 德国这边最快的火车了 说是最快 其实运营速度也就100多公里每小时 从慕尼黑到纽伦堡才170公里 11点不到发的车 过了中午12点才到 之前在国内坐高铁 天津到北京半个小时就到了 德国的高铁虽然速度慢 但它票价高 我们两个成年人往返 一共花了116欧 好在5岁以下小朋友免票 帮我们省了点 我们所在这些车厢是家庭车厢 这些车厢基本上都是这种 面对面的座位 方便一大家子一起坐 最主要的是 这种车厢里边 也都是带小朋友出行的家庭 大家都很吵 嘶儿八乱叫的 所以就完全不用担心 打扰到其他乘客了 吃不烫 吃不烫 好吃吗 甜吗 给爸爸吃一个行吗 刚才说小朋友免票 不光免票 如果做的是ICE的话 还会给他们一张所谓的儿童票 用这张儿童票可以换一个小玩具 就这样一张挺卡通的儿童票 上面沾点桃砖 大家别介意 这张票上来假不假似 打了个孔捡了个票 然后你拿来这张票 就能去餐车换玩具了 换来就是这么一个塑料小火车 比如这火车玩具设计还挺可爱的 大眼睛水汪汪的 前党还是透明分件 身上的印花很多 位置也很准确 感觉很久没说这套词了 这是我第二次来纽伦堡 上次来还是上次 十年前上学的时候 纽伦堡是爸爸的亚洲第二大城市 但说是第二大 其实也才30万人口 跟国内一个小县城差不多 但在这边就是很大的一个城市了 但你别看纽伦堡很小 这也算是德国的工业重贞了 西门子 还有坐卡车那个曼 都在纽伦堡这边有工厂 这边的IT业 制药业也非常发达 小城市不大 但街上也车睡马龙的 很热闹 有事那有点过于热闹了 下了火车我们就直奔酒店了 毕竟带着儿子还提着行李 简直寸步难行 这么间小屋子 基本就是国内快捷酒店那种面积 大家可以猜一猜 这一晚上多少钱 我们定这一间 一晚上是204欧 确实很贵 但好在我们只住一晚上 明天就回去了 虽然贵了点 但好处是这家酒店的位置挺好的 距离我们要去的玩具博物馆 火车博物馆都不远 走路10分钟就到了 搬完入住正好是中午吃饭时间 随便找了一家评价比较高的日料店 点两碗拉面一点小吃 算小费一共45欧 味道还可以 价格也不算贵 去博物馆路上还经过老城的城墙 现在城市基本上都是外扩的 以前老城的面积非常小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目的地了 火车博物馆 这家博物馆成人票9欧元一张 儿童票5欧 6岁以下小朋友免费 我儿子去哪都免费 以后干脆让他自己到处玩得了 出几圈一分钱不花 对不如还能拿点小礼物回来 这家博物馆也真的是超值 我们在里边转了整整一下午 我平时不玩火车模型 看得也非常过瘾 有兴趣同学员一定要去看看 我之前发的视频 都很详细的介绍 中午吃比较简单 晚饭就稍微隆重一些了 我们去的是纽伦堡一家 非常有名的口肠店 就这一家叫Zum Gudenstein 1419年开始营业的 好我们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 光这入口就找了半天没找着 太不起眼了 这边还有关于这家店历史的介绍 但这字体我实在是看不懂 只能看不懂数字 看懂同学欢迎帮我翻译一下 这家店真是太古老了 你看里边这装潢 石墙 还有这木头柱子 感觉跟拍权力游戏一样 还有这木制天花板 太老旧了 我们现在在二层 一层那一进门 还有一个跟这家店一样老的厨房 这是官方纪录片里边截图 号称全世界最老的烤肠厨房 如今还在用 跟我们去玩具博物馆里 见到那种厨房 样式非常类似是吧 点的吃也就是传统的巴法利亚 那老几样 烤香肠 酸菜 土豆沙拉 外加这猪肘子 但这边猪肘子那是白色的 也真的好吃啊 有鲜蛋味 而且不腻 木尼黑皇家皮油管 那烤猪肘子真的是 皮硬的跟石头一样 刀切都切不开 而且里边肉呢 也特别腻 吃几口都吃不下去了 相比起来呢 这家店的东西呢 真的好吃太多了 它这个猪肘子呢 肉很烂 一切就碎 口感呢也很棒 这盘子看着也有年头的是吧 这样一顿传统的巴法利亚美食 加小费 一共是花了45欧 感觉呢还是很值得 而且服务员也特别好啊 这家店呢 其实非常火啊 来之前呢都需要预定 但我们不知道啊 好 直接就来了 然后服务员呢 还帮我们找了座位 要不呢 这次来就吃不上了 这一天下来 我儿子已经摊在婴儿车里边了 我们还推他回去 你说说 贵是贵了点 但这家酒店的房间呢 有点好处啊 就是带厨房 还有洗碗机 晚上回来把我儿子 脏了巴基的水壶啊 饭盒啊 各种餐具的都洗一洗 真的很方便 一大早7点多 就已经出门了 估计所有有孩子的小伙伴 都有类似的经历 大礼拜日早上7点 别人都在睡觉 但你孩子呢 已经闹着要出去玩了 真的是 我们出门的时候呢 整座城市哪儿哪儿都没有人啊 马路上没有人 商业界没有人 小广场也没有人 连星巴克都没开门呢 我们直接就能拍一个 穿越短片是吧 连特效都不用 最后呢 终于见到活人了 不出所料 是另外一堆 带孩子的原种父母啊 我们也挺幸运的 这么早还找到一家 开门面包房 早饭终于有着落了 我们不光是起着早 而且还饿着肚子 我跟我老婆一人 点了一杯超大杯的咖啡 要不呢真撑不住我 就买了点面包 甜甜圈 这顿早饭呢 12欧 吃的还挺饱的 关键是把堵醒了 我们都吃完早饭出来了 路上呢 还是没有人 可想而知 我们出来得有多早 但好在呢 今天天气好 小镇呢 风光也不错 要去的玩具博物馆呢 也还没开门 那就先散散步 到处逛逛吧 I opened my eyes last night and saw you in the low light walking down by the bay on the shore staring up at the stars that aren't there anymore I was feeling the night grow old and you were looking so cold so like an introvert I drew my over shirt around my arms and began to shiver violently before you happened to look and see the tunnels all around me running into the dark underground all the subways around create a great sound to my emotion fatigue Farewell with your ear to a seashell you can hear the waves in underwater caves is if you actually were inside the saltwater room 这个地方 如果你在地图上看 肯定叫什么什么广场 德国这边就这样 名字叫广场 让人觉得挺大一块地方 但实际上呢 甭管多大 有个喷泉 围个圈 就能叫广场了 这地方估计国内广场 五大妈都看不上 这辆奔驰大卡车 像不像我们很久很久之前 拼那辆乐高 Across大卡车 只不过这辆车呢 没有那个机械臂 逛了一圈 时间也差不多了 玩具博物馆也开门了 玩具博物馆成人票 6欧一张 儿童票呢 1块5 这回不管你孩子 多大都不免费了 这家博物馆里的玩具 真让我大开眼界 一百多年前东西了 但是精致程度呢 完全不输当代的产品 太惊艳了 有些人同学可以去看看 我之前发的视频 这里就不够多的拘束了 中午逛完 我们回城的火车呢 也要出发了 这次牛轮堡之旅 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虽然这次逗留时间不长 满打满算呢 实际上也才一天一夜 但行程安排还是挺满当的 去有两个博物馆 就这还把我们俩累趴去了 带孩子出去玩的 真是特别累 话说我们回城的火车 因为汉堡那边着大火了 还晚点两个小时 最后呢 我们只能临时换成别的ICE 好在德国这边规定啊 如果你的列车 晚点两个小时以上 自己换车呢 是不需要额外补票的 最后呢 我们还是准时会到了慕尼黑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了 主要呢 跟大家看了看 纽伦堡的城市风光 佛系的转来转 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呢 也别忘了点个赞 支持一下 一键三连 我爸太慢 关注我 下期呢 带你去别地方玩 拜拜